我想是请教的 刚刚我们讲课有讲说 一如所住 无生其心 那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那所以我讲的因果报应 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有的部分 他讲因果 因果不灭 所以因果很厉害 他很平等 无情 可贵 有人生严 所以当牛尼网翻面出 释迦宗的时候 那释迦宗 火动三天 可是后来又讲最乎很空 那最乎很空 是讲空的部分 那这两个之间就是 是不是所谓的空跟有之间的关系 那会不会冲突 因为有个人执着在 最乎很空 那可能他造罪了 他才要讲 反正他讲 最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方面的话 那最乎很空这句话 又远从何处来的 好 请坐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只要是我们进入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它是已经回到本来 那回到本来的时候 它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福 也没有罪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最要追求 需要追求 就是要端咒 念十相 十相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 真情佛性 所以只要是我们进入 不生不昧的真情佛性 所有的罪福都不存在 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因果它是定理 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所讲的 所有的故事 全部都是在现象 在现象之中 所以只要是漏入现象 我们就是了解到 只要漏入现象 我们的所作所为 不符合真理的话 它一定都有果报 绝对都有果报 所以那个妖魅 那个释迦族的时候 那个阿娜是一直在哭 可是释迦摩尼佛都没有表现 然后那个木剑连 就赶快把他们释迦族 他有神通 就把他们全部都 就移到别的地方去 结果那个佛就讲 他说这个定业不能转 定业不能转 虽然你把它用神通 移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等到那个事件 一过去以后 他一全部移回来 就变成血水 一样都死掉了 所以佛就讲 那个定业不能转 所以那个阿娜在问释迦摩尼佛 说为什么那个释迦族 遭到魅族的时候 你都还那个荣艳很光鲜 就是很好看 我怎么一直都 这个很伤心 就停止不下来 然后佛就跟他讲 他说这个是制造业 自受苦 他们自己之前造的业 所以自己要去接受那个果报 那个逃不了 什么人也没办法去改变它 那一定要去接受 那个是在现象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在凡尘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为什么只要我们忏悔了 所做的一些罪业 可以消灭 就是要了解到 凡尘的像 会引起现象 一定要有因 要有缘 因缘会合了 它才会现 因缘没有会合 它不会 所以我们一忏悔 我们之前有做错了 之前做错的是因 现在我忏悔了 全部往后都不再换 往后都不再换 结果这个因 云不到远 云不到远 它不会现象 就不会让我们去接受 只要它再换 这些因全部来 全部你要去接受 所以那个忏悔 我们就是要了解 忏就是忏起前迁 悔就是悔其后购 以后绝对不再换 那个财真的叫忏悔 我们一般有的时候 一忏了以后 后面忘了 忘了说 我之前有不对 然后以后 因为习性 习惯性 又做了 又做的时候 就要了解说 你所忏悔的 那一些因 全部都汇合下来了 你要去接受火爆 那假如说 我们真的忏悔了 忏悔了以后 绝对不再换 因就永远是因 它不会下来 不会 一刀眼显现火爆 那有的人就问 那一些债主 不是很倒霉了吗 一点也不倒霉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能够进入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你能够进入以后 是不是要杜他众生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众生 你都要去杜他成佛 何况跟你有关系的众生 你不会杜他吗 你是不是要赎罪的心情 赶快去补足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为什么没有讲 你到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明理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成就了以后 了解说 原来同体大悲 众生所有佛性 跟佛 十方之佛也同一个法身 佛性都是同体 所以只要众生在受苦 就是你在受苦 所以他会 度那个 为什么叫无言大词 我跟你没有什么姻缘 没有瓜葛 也不是轻趣 可是我就把快乐给你 那个叫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 就是大家都是同体 我都要把你们带来成佛 那个叫同体大悲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已经 说他这个有瓜葛 之前欺负人 那都没有还 没有 不是 已经都把他们带成佛了 还不还 都已经还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你在现象 现象所遭遇的事 一定是因果定理 你已经进入修道的道路 你进入修道的道路 你用修道的真理 来行持 你能够忏悔 忏悔的话 你所有的那些 之前的业 他不会来 他不会来找你 可是你就是要成就 成就以后 就是要度化所有众生 你要使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这个是愿 他的愿力 所以那个债都有凡 我们要了解到 只要是落入因果 他就一定 绝对 只要进入修道 你端坐练十项 时时刻刻 都回到不生不寐的 真心佛性本体 那所有罪也没有了 在佛性本体里面 没有了 没有福 没有罪 没有 没有 没有